但是没想到 你我分别还不过三年 一个一生清廉 三祸着意 一不昧天理良心为追求的虞成龙 一个被朝野上下 追为虞青菜的虞成龙 居然会变成一个大贪官 于大人 今天我真的是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让我痛心 让我难过 让我替你感到羞耻 更让我想替你掉泪 谢谢你 靳远 谢谢你还没忘了我这个老朋友 还没忘了你这个老朋友 是个什么人 谢谢 崇龙兄 到了朝廷 一是一 二是二 有什么就交代什么 千万不要掖着藏着 把所有的事情都如实地交代出来 皇上 一定会念你以往的好的 你让我交代什么 你让我交代什么 余大人 怎么你把我的话都当做耳王蜂了吗 你说交代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让我交代什么 你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余大人 请吧 既然 你们凭什么带成龙走啊 他犯了朝廷哪条绿令 犯了朝廷的哪条绿令 他余成龙收受了巨额的赃款赃物 这还能抵赖吗 既然 所谓的赃款赃物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他余成龙的后牙里 在我的后牙里 你查到了吗 张大人 搜遍了整个后牙 都没有搜到任何赃款赃物 我 Band 你会 ruin 你去坐他 你自权 你就是不意 在哪里 身材 我们去입니다 刚刚过然后 既然还不会 sunrise 你属张 我是贪官吗 你还不了解我吗 几人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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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带着你这人回去 去接收所谓的 巨额赃款赃物吧 昨天 成龙已经派御林 把那些东西啊 都送到京城户屋去了 估计这会儿应该到了 可惜啊 他们派你们来晚了 其实你不该来 你看 不但扑到个空 还上了咱们的和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的是太好了 靳远 靳远 等我变成了大贪官 你再来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也绝不会把那些 肮脏的东西收藏起来 绝不会 知不知道 心都脏了 再把那些肮脏的东西藏起来 天理不容 天理难容 好 于成龙 于青菜 此乃真是我大清之姓氏 真不愧是我大清的三连着意呀 好 于大人 容大人回来了 来来来 坐下歇歇 坐坐坐 容大人下去寻查如何 有没有发现马上好汉的踪迹 于大人 我估计马上好汉 眼下极有可能暂时收手了 我跑了三四个州府 十几个县 既没有发现这伙窃贼的任何踪迹 也没有发现其他州县 关于赈灾粮被劫的举报 好 如此看来 这马上好汉还真收手呢 极有可能 是被你于大人的威名给镇住了 于大人 还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跑的这十几个县呢 后续的镇载粮已经全部到位 鸡民有饭吃了 太好了 这下我就放心多了 容大人 我们直立再也不能饿死人了 如果再饿死人 那我们这些当官的 就真成了罪人了 是啊 百姓称我们为父母官 我们得配得上这个称号了 说得好 我们这些父母官 再也不能对不起老百姓了 余大人 那位小余大人还没回来啊 还没有 也不知道他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暂时还没有消息 容大人 你先回去休息 这些日子真够辛苦了 那下官就告辞了 见 六哥 老夫明白了 不 余大人 您先坐 余大人 直立贪腐的这个大概子 恐怕你只能揭开一半啊 另一半你是很难能接得开啊 亲家 余大人 还记得之前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 大明知县赵立谦是曲九万的人 曲九万是佛伦的人 佛伦是明诸明相国的人 这是直立官场的一条线呢 可另外还有一条线 大明知府范永茂 和监知府徐可先 霸昌道远沈志里 郑定府同之周从谦 水清县之县万宜兹县县县县县县 郑国栋他们都是容善的人 这又是一条线哪 是比明诸福伦他们第一个层次的线 这两条线交织在一起 就构成了一张网啊 涉及到直立官场大大小小的官员 成百上千人哪 余大人 吕氏春秋里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有计有纲 一隐其计万目结起 一隐其纲万目结张啊 余大人 而掌握这张大网提纲的人 就是当朝宰相明诸明相国 余大人 所以我说 直立官场的这个大概子 你只能揭开一半 就是这一半 你也未必揭得开啊 老夫岂望董大人 可愿现出揭开直立贪腐 这个盖子的良策 余大人不但愿意 而且良策已有 请不令辞教 此良策就在我董某人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对 我这一身躯便是良策 老夫懂了 董大人 请受老夫一拜 余大人 下官告辞了 董大人请保重 廣大人 门大人 Utah 小与中 他会唯一 大人 小与中 小与中 老夫 老夫 大人 小与中 小与中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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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 别动 别动 接着他们的面上 容大人好啊 我还是下手吃力铺 明相国 我想容善他是个明白人 他不会把我们供出去的 他应该懂得 更大的厉害在哪儿 许久万 别志在 让这个赵吕倩 马上给我回到大明 这个时候哪儿都不要去呀 不要返回京城 不要离开大明 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大明啊 是 岳父 快走 是 我 我走 你们俩个过来 你们俩个过来 马上用我们三个人的名义 联名上一道奏诚 我要向皇上苍和 这直立巡抚的巡道 容善 我们要自己参作容大人 押容善上堂 你可知罪 你可知罪 回来人 容善 知罪 罪在何处 罪在 侵吞朝廷下坡的赈灾粮食 你侵吞了多少朝廷赈灾粮食 孙公侵吞了 九万九千六百五十的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那粮食 那粮食存放在 天井长炉盐厂 刑家梁的严苦里 你说什么 刑家梁的严密 刑家梁的严密 刑家梁它 estran一口 还活动 刑家梁的严密 刑家梁的严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